相信有投資可以加入貨幣的朋友也有聽過這個Hardware Wallet 有些人會擔心貨幣交易所的蜜蜜會不安全 又或者擔心做DeFi投資時被人hack 如果你們都有這些憂慮 你們只要考慮賣不買Hardware Wallet 市面上有很多種類硬錢包 如果你們不清楚什麼硬錢包、什麼軟錢包 可以看回我之前這條影片 我這條影片要介紹就是這隻Ledger Nano X 那我們現在開始吧 大家好,我是老鼠叔叔 Ledger 還有另外一隻Model,這叫Lano X X和X的分別就是X沒有藍牙,Xledger是藍牙 以及X的記憶體多些 可以在同一隻手指裡管理多些種類的資產 Lano X總共支援五千多隻的加密貨幣 詳細的清單一定可以看回這個表 除了儲存之外,有些幣種你還可以進行買賣 又或者做Sticking,去賺取利息 買這些Hardware Wallet 最好可以回到官網買 以免買到假貨 我將官方的推薦連結放在表述欄上 你們可以用我的連結去買 又或者scan畫面的QR Code 有時會有些優惠 你選好你想買的Product 又回到送貨地址 可以寄到全球各地 之後用信用卡付錢就可以了 其實我這隻Ledger是去年年頭碼的 Nano X的版本是有藍牙功能的 可以同時搏電腦和電話 黑背後有些簡介 它是法國製造的 Main Inference 我們打開包裝看看有些什麼 一打開就看到本體 它是類似一隻USB手指的造型 上面有一個鐵框 拧開之後就看到螢光幕 另一邊有一個USB Type-C插口 用來搏電腦用的 畫面左右有兩顆按鈕 同時按它們就會開機 這裡有幾張簡單的start mark說明書 還有三張給你寫助記池的眼卡紙 還有幾張貼紙給你周圍貼 小冊子有些有用有些沒用 好像這本就整本字 如果你有時間就可以看一下 這本就講基本操作 Nano X只有兩顆按鈕 按左就向左,按右就向右 兩顆按鈕就進入選項 或者confirm 隨機還附送一條印有它的logo的數據線 可以用來充電和連接電腦 第一次開機,它會叫你去Ledger官網 download軟件 Ledger Live去設置這個眼前包 它也會簡單介紹一下兩顆按鈕 剛才說過,向左向右就選擇 選對了,兩顆按鈕就OK 你可以將它設定一個新的眼前包 又或者用助記池去回復之前的前包 可以選擇設置一個新的前包 它會要求你設置一個四個號碼或八個號碼的密碼 我建議你們選四個號碼 因為只有兩顆按鈕,每次輸入八個字號碼都很麻煩 那你就慢慢入 如果入錯了,就可以delete回頭 入對了之後就選擇Tickle 在這裡會提示抄下你的助記池 如果是新前包,它會產生一組二十四個字的助記池 那你就逐個逐個用紙筆抄下它 抄完之後,它會叫你confirm到四十四個字 你就跟隨指示選擇助記池 對回所有助記池之後 你的眼前包就可以用了 可以用它來搏電腦或者搏手機 在Control Center可以設置Screensaver 多久自動關機 開關藍牙 以及關機的 那你去官網,下載到Desktop版的軟件 第一次打開Software,你見到一個歡迎的畫面 那你按Get Started去開始 那之後就選擇眼前包的型號 那我這隻是Lano X 如果你想設置它做一隻新的錢包 那你就選擇新錢包 那它就會一步步教剛才叫你setup的步驟 好似截截你的pin code密碼 以及教你抄底和如何儲存你的助記池 這裡有幾條問題,看看你了不了解助記池的用途 如果你伸手,我建議你慢慢看看 因為我覺得挺重要的 最後一步 它會要求你的Lano X 輸入你的編碼 它容許你的Lano X 連接電腦 那你就跟它指示照按 入完之後,接駁程序就完成了 Lano 總共支援五千多隻加密貨幣 這個就是Lano 支援加密貨幣的詳細清單 你們可以去這個官網看看 以儲存某隻加密貨幣 你就要在Lano X 上裝回相對應的Apps 你想儲存某種加密貨幣 你就要在Lano 上 install 相對應的App 我首先選擇 Install Bitcoin 它就會把App傳送到手指那裡 安裝完就會見到Bitcoin的icon 那我就 add 其他區塊鏈 好像 Ethereum 和 BNB Chain 我這裡安裝了一些比較出名的區塊鏈 好像 Bitcoin, Ethereum, Solana, Cardano 和 Terra 還有 Litecoin, Dogecoin, Polygon, Moonweather 和 BNB 總共用了五百多K 佔用了總共三百億的記憶體 我相信對於一般用家來說 空間都夠用的了 加完App 之後 還要 add 每隻加密貨幣的戶口 你就選擇 Add 帳戶 我首先是加比特幣 Bitcoin 按完之後就等待一會 它會在區塊鏈上查你的帳戶有多少個Bitcoin 查完之後它就會在這裡顯示出來 其他的加密貨幣就要做同樣動作 逐個逐個加密貨幣 其實我覺得過程都幾繁複 不是那麼人性化 有少少多切一舉的感覺 如果設計到加密貨幣之後 會自動幫你加密貨幣 會方便很多 加密貨幣後 就會在這裡顯示出來 Nagelive 也有 Android 版和 Apple 版的手機 App 你可以用藍牙或數據 Stanney 連接手機 連接完之後 你要像 Desktop 版 加密貨幣後 幸好今次我們設計一個 Export 手機 App 的功能 你去Setting 選擇Export 它就會顯示一個會移動的二維碼 你去Account 選擇Import 這樣就可以把設定過去了 這個就是App 的介面 可以看看你有什麼加密貨幣 以及過往的交易紀錄 第二行這裡就是管理你的Account 中間的按鈕就要做買賣 或者做Swapping App Lina 有第三方的軟件 可以讓你用法幣買幣 或者做Staking 修飾 最尾Market 的欄就要看即時幣 在這裡示範如何把加密貨幣 由這個Nagelive 傳到另一個地方 你可以輸入地址或是Scan QR Code 你按Send 之後 可以選擇QR Code的Icon 你把地址的QR Code放在電腦前面 輸入貨幣之後再按Confirm 最後一步 它就會要求在Lano 上 Approve Translation 稍後LTC 就應該倒帳了 除了這張Live 之外 它有部分區塊鏈需要配合第三方的軟件錢包使用 例如支援Ethereum 以及EVM區塊鏈的Meta Mask Cosmo區塊鏈的Kappa錢包 Kadano的Yohu錢包 Solana的Phantom錢包 Terra Station 等等 首先看看怎樣用Meta Mask 如果你不清楚Meta Mask是什麼 你可以按右上角連結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Meta Mask 是一個支援EVM的錢包 包括有 BNB Chain Phantom Polygon Crypto.com Krunos 等等 你只要在Lano 上裝ETH的App 就好像透過Meta Mask 控制EVM的區塊鏈 不用每一隻App都加 但你只要在Lano 上做些些Setting 你入了Ethereum App 之後 就可以去Setting Enable Blind Signing option 再到Meta Mask 裡面 加上你想用的區塊鏈的Setting 你可以去Chain List這個網站 它有齊其他EVM區塊鏈的資料 可以幫你把Setting放入Meta Mask 你就把你想用的Bot Chain放入Meta Mask 因為是用EVM網絡 所以你在LanoX上打開Ethereum的App 在Meta Mask 選擇你連接你的硬錢包 在這裡選Nedger 選擇你的錢包地址就可以使用 如果之後你想用Meta Mask 傳送加密貨幣出去 就在LanoX上批准Transition 轉帳才會被執行 做其他DeFi操作都是一樣的 它都會要求LanoX上批准操作 操作才會被執行 至於其他區塊鏈 你就要去前包選Hardware Wallet 去連接Nedger的Lano 以我的所觀察 Ledger應該是最多區塊鏈支援的眼前包 雖然操作比較繁複 還有只有兩個按鈕比較難按 但如果想用眼前包來玩DeFi Ledger的兼容性會是最好的 在我剪輯這條影片的時候 發現Ledger推出NanoX的升級版 主要它的螢幕大一點 以及接駁位改成USB Type-C 但還是沒有藍牙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覺得這條影片對你有用 麻煩你給個like留言 最好是share這條影片給你朋友看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左手邊還有兩條影片 你看看剛剛看 多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